半導體電子產業就如前幾集所提到的 已經開始進入復甦了 而近期大家常聽到的不外乎就是 AIPC、5G毫米波、WiFi7等等 那麼大家有沒有想過這些東西有沒有什麼共同性呢? 還沒想到沒關係 那海灯就直接告訴你 所有的題材都有一個核心的論述 就是規格升級 那為什麼規格升級這麼重要? 那誰又是規格升級的受惠者呢? 海灯今天就仔細的來跟大家分享 好啦 那我們節目準備開始之前 照我支持海灯的方式就是按讚訂閱還有開啟小鈴鐺 然後把影片分享給你的朋友 讓你的朋友也可以好好認識海灯 大家晚安 歡迎收看豚骨拉麵一起聊聊產業麵 我是Mr.海灯 范正宏 那今天錄影的時間是12月12號 豚骨拉麵會在每週三上片後 帶給大家產業知識以及個股的未來動向 在最一開始我們就先來聊聊 中端產品的規格升級對於半導體電子產業 他們的影響是有多麼的巨大 相信大家都有聽過 產品的生命週期 大致上就可以分為四個階段 分別是導入期、成長期、成熟期還有衰退期 那當產品位於不同的週期的時候 產品的定價以及產品的毛利率都有很大的差異 而我們常常聽到某某公司受惠規格升級的趨勢 那此人就是指新產品正處在導入期還有成長期兩個階段 那新規格在導入期的時候 競爭者通常都比較少 那此時就不容易遇到所謂的消價競爭 那除此之外呢 也因為是新產品、新規格 所以售價也會比舊產品高出很多 甚至高出好幾倍喔 緊接著進入第二階段 產品的成長期 那白話文來說就是產品的接收度已經開始快速上升了 那需求也跟著進入上升循環 那這個時候產品的售價還是可以維持在高檔 甚至出現供不應求的一個漲價效應 那產品的毛利 想當然也就可以維持得很好喔 這也是市場最喜歡看到的事情 也就是產品的需求跟公司的獲利同時快速成長 然而近期無線網路通訊產業也有很多限量點 在Wi-Fi的部分 幾個月前網通晶片大廠博通 就將Wi-Fi 7的晶片提前在今年上市了 那隨後網通設備業者在法說會上 相繼提到Wi-Fi 7的產品 也將會在今年年底小量的開始試產 那明年將會陸續的量產上市 那促使Wi-Fi 7導入終端產品 像是手機、NBPC的速度 就會比市場預期來的快上很多 而Wi-Fi 7厲害在哪裡 身為Wi-Fi的新標準 最高傳輸速度大概是Wi-Fi 6的5倍 並且大幅超過5G的傳輸速率 最大的頻道寬度大概是Wi-Fi 6的1倍 因此可以滿足高速、低延遲 然後穩定連接的應用需求 讓Wi-Fi的使用者在AR、VR 甚至在物聯網 還有很多邊緣運算等應用場景 可以獲得更好的體驗 那麼根據研究機構的預估 2023年到2027年的Wi-Fi 7 產品的出貨量年負荷成長率 高達今生的87% 除此之外 美國在2021年年底 通過基礎設施投資還有就業法案 那其中就包括了650億美元 將要用於這個寬頻網路的部署 而印度政府的態度也相較之前 轉為更為積極的開放 陸續引進許多國際企業投資擴廠 那同時呢 政府自己也開始大力的推動 相關的基礎建設 另外呢 低軌道衛星的衛星營運商 先後試射衛星成功 那產業呢 也將要進入成長爆發期 這邊順帶一提 如果你還沒有看過最新一期的 低軌道衛星的特輯 那可以點選右上角的連結 回去看一下 那整體來說呢 網通產業 將會進入新一輪的上升循環 那不管是新的規格升級 新興市場的開啟 以及各國政府的政策推動 都將會更進一步的 刺激無線網路通訊廠商 他們更積極的推出 相關的新產品上市 帶動市場的換機需求 好啦 跟大家分享完完整的 通訊產業的現況之後 海豚也要幫大家好好整理 無線通訊相關的公司們 那今天呢 要跟大家介紹的主角呢 就是全球無線產品檢測龍頭 的6146的更新 那更新的營收 有高達90%以上 都是來自於檢測以及認證的業務 其中呢 包括強制性法規測試 還有符合性法規測試 以及實網測試 而更新呢 在全球各地 都有設有實驗室 那擁有的產能呢 也是全業界最多的哦 那截至第三季的數據來看 更新在各項強制性測試的試占率 都在30%以上 是全球第一 那更新究竟是要 替客戶做些什麼無線測試呢 聽起來很抽象對不對 那海豚用白話我來跟大家說 平常我們買的手機啊 筆電啊 藍牙耳機 等等相關的無線產品裝置 都會有一張貼紙 或者是產品說明書 會寫到說 此產品符合相關通訊法規 那這個東西呢 就是透過更新這類型的檢測廠 來去做檢測的 那檢測這些會發送無線訊號的產品呢 是否符合當地通訊主管機關的規定 那簡單的說 就是各項產品在上市之前 都需要經過更新的檢測 那通過了才讓你賣 那更新呢 也在各家廠商中 扮演比較偏向所謂橋樑的角色 那在早期呢 開發新產品的時候 會幫忙廠商測試產品 是不是有符合下游廠商的需求 避免呢 等到上游晶片廠商開發完了之後 才發現 功能不符合下游廠商系統廠的需求 他就白白浪費了開發的資源跟時間 好那接下來是重點囉 那更新呢 在10月底法說會中公司有去做表示 近期主要的需求呢 會來自於明年的Wi-Fi 7的換機槽 那網通的規格開始會往Wi-Fi 7去做移動 那另外呢 不管是Intel還是AMD發表的新的CPU 都會開始支援Wi-Fi 7 那有意味著 就是明年搭載Wi-Fi 7的NB PC 這些款項啊 款數啊 將會進一步的增加 而5G的部分呢 兩大手機晶片廠商 聯發科還有高通 他們的高階行動通訊晶片 也是互相在競爭 那這對於更新來說 就是很大的好處 那兩個廠商呢 一直推升高階旗艦晶片的規格 那原先的高階晶片變成了中低階 那對公司而言 其實都是5G檢測 那反而款數還越來越多 那自然對更新就更有好處了 那除了客戶的規劃之外呢 管理層呢也表示 目前公司本身的檢測業務已經滿載了 那第四季的獲令呢 將會恢復到年增長 而目前的訂單也已經滿到明年第一季了 同時呢也會加速美西的產能的擴建 那以及印度市場的佈局 持續開拓不同的市場需求 整體來說啊 每當有產品將要升級 搭載新的無線規格的時候 那更新呢都會領先整個產業 受惠新規格以及新產品的檢測需求 例如像過往的4G轉到5G Wi-Fi55轉到Wi-Fi6 那並且很重要一點 公司專注的焦點呢 在於搭載新規格的新產品的款數數量 並非要等到客戶的新產品放量生產 才會受惠規格升級的浪潮 好啦節目要進入尾聲了 那海誠來總結一下今天的重點 大家記得要筆記哦 第一 那網通大廠博通呢 將Wi-Fi7的晶片呢 提前在今年上市 那隨後呢 網通設備業者在法說會上 也陸續有提到 Wi-Fi7的產品呢 也將在今年年底 開始小量市產 陸續呢在明年量產上市 那促使呢 Wi-Fi7討論的中端產品 像是手機NBPC的速度呢 會比市場預期來的快很多 那第二 新產品進入成長期的時候呢 是市場最喜歡看到的事情 因為這代表 產品的需求和公司的獲利 會同時快速成長 甚至呢有可能會出現 公補應求的漲價效應 那產品的毛利率 當然就可以維持得非常良好 那第三 更新 身為無線通訊相關的檢測龍頭 那目前的檢測業務呢 已經滿載了 第四季呢 獲利將會回復到年增長 而且目前的訂單 已經滿到明年第一季了 同時呢 也會加速這個美希的產能擴建 以及印度市場的佈局 持續開拓不同的市場需求 好啦 以上就是這一次的節目內容 在點擊下部影片之前 先幫海藤按個讚 讓海藤的影片呢 可以被演算法推送給更多的觀眾 當然別忘了訂閱 以及開啟小鈴鐺 才有辦法在未來上片的第一時間 收到海藤的通知 也可以直接加入海藤的Light 那祝大家操作順利 我們下早同一時間再見 掰掰 海藤首推薦分析之個別有價證券 無不當之財務利益關係 本節目資料僅提供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 深深評估 並自不投資風險 台灣頭部111 儘管頭部新資地人15號 中文字幕提供 中文字幕提供 中文字幕提供